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可以过阳节 就说其实过节就是寻找一种快乐 给定你一个节日呢 就是让你去快乐 那么对于社会来说呢 这个拉动的内需 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何乐不为呢 你说何乐不为 有人反对这位穿红色衣服的这位小伙子来请 你好 我觉得还是不应该过这个阳节 为什么 因为现在网上调查过 很多人知道是圣诞节是12月25号 很多的学生不知道12月26号是毛泽东的诞辰 对 我们应该就是发现我们国家传统的那些节日 因为圣诞节我出去的时候发现 中国很多的中餐馆 他们也穿着那个 就是戴着那个圣诞服戴着圣诞庙 我觉得也保留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些东西 这些盲目的西化没有什么必要 但如果你女婆婆她喜欢过这种圣诞节的时候 你怎么办 是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之所以圣诞节受追捧呢 是因为太多的男女朋友这样的节日太多了 像情人节 白色情人节 包括女朋友的生日 圣诞节 这对学生的精神和消费都是太大的考量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